把這個轉交給802的住戶 如果問是誰 您就說這個韓雪的姑娘送的就好 行 您放心吧 802我知道 知道 謝謝 什麼時候改名了 正好 住戶回來了 您親自給他吧 好 來了 我那個 那個這個是主編讓我給您的 說是讓您一定要穿的嘛 明天見了 再見 上去喝杯茶吧 不用了 謝謝 你有那麼怕我嗎 沒有啊 那就上去喝杯茶吧 進來吧 上去吧 小心燙 謝謝 小心 那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來我來先打掃一下這邊 你沒事吧 不好意思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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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地板上面好像還有一點 你每次來我家 不是打壞東西就是弄傷自己 對不起 沒事吧 沒事的 我去把地毯先清一下 慧真 這一次 你必須認真聽我說完 不要再躲避了 那天在車上 那天在車上啊 那個 那天在車上我已經睡著了 我什麼都不記得 反正我一醒過來已經 我 你知道我腦袋本來就不太好 我 我什麼都不記得 我忘不了了 那天發生的所有事 每一個細節 我都記得 並且我反覆想了很多遍 我承認 一開始 我真的看你很不順眼 因為你邋遢的外表 我就認定 你是個亂七八糟 沒有責任心的人 我對你去忙求私 我很抱歉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我開始慢慢地被你吸引 我跟你在一起 總有說不完的話 就像是認識了很久的好朋友一樣 但其實 我們只認識了三個月不到 不是三個月 是十幾年 我的天哪 放我回去嗎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開始在意你 想照顧你 今天我請康 中午聚餐吧 我的感情 已經不是我自己控制 我的心 在你的手上 慧珍 我喜歡你 你願意等我嗎 對於感情這種事 我必須坦白 其實我現在 並不是單身 你還記得那個 我說跟你很像 我兒師的好友嗎 李慧珍 對 我現在正在跟她交往 怎 怎麼可能啊 我自己也覺得跟做夢一樣 回國以後 我就很順利地找到了她 也許是因為太開心了 所以錯把這種友情 當成了愛情 但是在一起之後 我很快發現這是不對的 我沒有辦法違背自己的心意 喜歡一個人 卻跟另一個人在一起 就算你說有點捨不得 我知道 我應該跟青梅竹馬的 李慧珍分手之後 再跟你表白 我知道你會生氣 但是我能理解 不是 慧珍 你等等我 你 你先 先不要輸了 慧珍 這段時間發生了太多事 我來不及處理 那 你 你先不要輸了 你現在說什麼 我也聽不進去了 慧珍 我沒事 你要去哪 我想回家 那個 我送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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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自己走回去 我想靜一下 地毯對不起啊 慧珍 你我捨不得那時候 你不是想跟白浩宇坦白嗎 你說了沒有 還沒有 我覺得吧 你還是別說比較好 你們雜誌社最近 應該都不忙了吧 如果最後發現 我愛的是一個不該愛的人 怎麼辦 你好 我是夏喬的朋友 哪天一起出來吃個飯呢 就讓你別這樣 我們才剛剛開始 你這樣容易把我倆腳包黃了 你知道嗎 是你剛剛開始 你們跟他轉過 我們倆就在一起啊 你好 我們倆就在一起啊 真兒啊 我好餓呀 我們吃早飯吧 你下去等我啊 我馬上就知道 你怎麼了 沒有 沒有 沒有